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梦中的帝君竟然也这么真实让人不敢相信 这种时候该如何袭袭护起也选我教你吗 在我们青秋一向是这种风俗 你不要土包子没见过世面胡来来评论我 你在三万来岁 一介幼虎 这种风俗你也知道 反正我们青秋嫌疾种事到底什么风俗 就连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仙都不知道 帝君他肯定也不晓得 你方才是不是呼吸了 嗯 这在我们青秋是一桩大忌 我隔壁的惠良弟弟他的一个表兄 曾经就因为这个缘故被定了亲的女方给退婚了 因为这是被人看不起的一件事 这个风俗有意思 我都没试过 再试试你们青秋的风俗 倒也不错 这么不要脸的话你也说得出来 刚刚是谁先搂过来的 你还记不记得 那 诚然 诚然是我先搂过去的 嗯 不过这就是我的梦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只是我想象出来的 我想占你便宜我就占你便宜 但是你不可以反过来占我的便宜 反正在我的梦里 没有什么账法 你也别同我讲什么大道理 只有我说的事情才是唯一的道理 原来荡在做梦 我还想 你怎么突然这么放得开了 而且 竟然没有生气 什么叫荡在做梦 难道不是做梦 我是在哪里啊 我为什么要生气啊 难道 我真的占了你的便宜 嗯 你还记不记得 你入睡前在做什么小白 我好像失忆了 我好像失忆了 你的手好冷 害怕吗 我在这里 有什么好怕 你只是睡昏了头 有的时候睡多了 是会这样 最近发生的事情 你还记得吗 其实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我觉得也没什么 既然 你不是梦 那这里也不是九重天 那 我们又不是在举重天 为什么你同我在一起啊 还有 你这身上的伤势怎么回事 我们又是在哪里啊 这没什么小白 这个地方叫做阿兰惹之吗 你还记得 你离开太成宫是什么时候 不就是几个月前 你取缔后的时候 看来此时的小白 只有九重天上 做灵狐式的记忆 所以才未剩我的记忆 这样就好办多了 阿兰惹之梦 会扰乱重伤之人的记忆 重伤之人 我又受伤了 阿兰惹之梦是做什么的 此处是个 类似于十恶莲花境的结界 烟迟物将我困住 你贪心我 就匆匆赶来救我 烟迟物他也太厉害了 竟然把你关了两次了 他不但关了我还关了你 我们在这里出不去 只能困于刺中 他这个人 怎么这么坏心眼啊 那 怎么他再次困住你 我奋不顾身来救你这段 我都不记得了 因为你睡糊涂了 小白 你不总是在我被困的时候 来救我吗 你果然晓得 我是那只小狐狸了 你怎么现在才消灯 你怎么现在才消灯 是我的错 其实 也没有什么 当时 季恒还未来太成功之前 你一向都对我很好 季恒来了之后 你才对我变坏了 这个你不用放在心中 季恒 他是你的心上人 而我 那时大约只能算是 太成功的一只灵虫 我将它抓伤了 你将我关起来 以事成见 其实也没什么错 你一时没有来看我 也没有什么 那时 你同姬恒 准备婚事 婚事这个东西 你一向异常繁琐 有诸多理智 你一时忘了我 我都能想通 你近期 喜爱的那只灵虫 差点将我怒死之时 你更不用太灾 如今 这个事情 我已经琢磨出一套道理 能够自己想得通了 当日 倘若 我乖乖让串林将我拒绝 这等祸事都不会发生了 所以 我不能怨天尤人 我乖乖 终归其实是命中注定 我运气不太好 吧 我在你宫中受了那么多魔纳 也许是老天 借此来暗示我们 无论如何都没有缘分 所以 我就 小白 所以你想怎么样 小白醒来 也有近半个时辰 追入阿兰惹之盟 小白秀未尽失 靠着我一日三合 生血肺炙 方把原神的伤不弃 身体仍然十分虚弱 即便是我以己身灵力 做出一个调养封印来 小白醒来后 他的先帝 也必须在一个时辰内 置入其中 方才有效 封印虽是养先帝的好地方 原神却不宜长时间聚在此中 似小白这种状况 将原神放进此地租人的身体中 时时能汲取一些生气的养者 才是最好 至于阿兰惹之盟 倒不急着出去 此时小白心中记恨着我 但里将他放入调养风影 唯有最后半个时辰 让他继续记恨着我 度过这最后半个时辰 对谁 都是一种浪费 怎么了 帝君 为何你的表情看起来如此凝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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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